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是第二个面对民罪主义洪水猛兽的关头 也是法国50年来最为混乱 形势最为复杂也最难以预测的一次选举 目前的总统候选人一共有11位 民调显示中间派马克龙及右翼勒庞 中右翼飞勇以及及左翼梅朗雄等四人的支持率势均力敌 徘徊在20%左右 也因为如此 第一轮投票也顺理成章 成为了他们四人之间的竞争 4700万名合格选民今天起个大早 到投票站履行公民义务 不过很多选民心里根本就没有主义的候选人 只是希望新总统可以着手解决国内10%的高失业率的问题 我完全不知道谁要选择 这是一个状态 我会选择 但真的是浮沉 每次都会选择 现在我们有点多的讨论 有点多的讨论 我们说了很多的选择 但是我们有提到重要的问题 而不是只有安全 在所有的颜色 我认为美国有需要再继续 和离开 因为现在是一种状态 贡献 尤其是非常危险 是因为年代 除了法国经理选民 将近一百万的海外选民 也到法国驻外使馆投票 当中旅居香港和澳门的 八千名合格选民 也在领事馆履行公民义务 彭博社综合法国各大民调的结果显示 马克龙的支持率是24.5% 马林勒庞则紧随在后 有22.5% 至于保守派的费用 和左翼美朗雄则徘徊在20% 因此马克龙和马林勒庞 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希望最大 至于最终谁 才能够登上法国总统宝座 要等到5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 才会有答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